师父好 你好 我是七五年属兔的 我自己的夜战自己背 七五年属兔的 我想请师父帮我看一下 我的工作婚姻 那小丫头你的工作还可以 因为你有一点点权利 有一点点权利 但是你的婚姻不是太圆满 是的 我想问一下 我能不能让我的先生也信佛 因为他每天办口业 他不信 你先生属什么的 六九年属鸡的 你是几几年属什么 七十五年属兔的 我们大六岁 哎呦 吵了很多年了 是的 一天都晚吵架 他 他脾气非常不好 人又有点小气 是 你呢 开始是让他的 让到后来呢 你就憋不住了 非常正确 你后来 非常正确还没有讲完呢 因为非常正确的后面呢 就是你到后来憋不住 就是还不断的对他发起进攻 是 我经常骂他 我让他不要放口液 我告诉你 你们两个犯冲很厉害 你每天给他念四十九遍 礼佛 那个姐节奏 我念了 还要坚持 你们两个人 在传统上讲六冲 所以你们冲的蛮厉害的 是 明白吗 但是不要去想 只要菩萨保佑 就是六 也不一定会冲 对不对啊 他有一天能信佛吗 我想问师父 他几几年属什么 六九年属鸡的 还有两年半时间 他就会信佛了 好好念经 师父我想问一下 我身上有没有灵性 我打胎的孩子走了吗 走掉了 要念几张小房子 你知道你走掉一个 你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吗 要念几张小房子 师父 六十三张 我家里的佛台好吗 我是七十五年属兔的 你家是楼房 是的 很正确 你这个佛台还不错 护法神也来过 谢谢 那个观星菩萨来过 地藏王菩萨也来过 真的 你是靠窗户的吗 是是 真的是靠窗户的 师父我念经的质量好吗 你念经的质量啊 蛮好 不发脾气的时候蛮好 涂疼颜色是什么 师父 你涂疼颜色 你属什么 七十五年属兔的 哦你胖了 你以后还会发胖 是 我胖了很多 你是肚囊都出来了 你这个 我妇科是不是不好 师父 对 非常不好 你就是脾气倦 内分泌失调 对 你一定要好好念心经 你这个女孩子要像女孩子 脾气要温柔一点 太厉害了 你这个人急得不得了 是是 非常正确 我太激动了 我们抽到 还有我要念几遍的心经 每天功课要做多少 心经要念二十七遍以上 大悲咒呢 最好念二十九遍 是 礼佛 礼佛最好念三遍 好 还有念往生咒 因为你过去没有吃素之前 我现在看你已经吃素了 是 你在没有吃素之前 你吃了很多活的东西 非常正确 尤其是你在生孩子要怀孕的时候 对对 你每天几乎要吃一条鱼 是 是 我已经畅悔了 师父我还想问一下 我一个女儿 04年属猴的 她身上有没有灵性 零几年呢 04年属猴的 她身上有没有灵性 哎呦 灵性倒没有 要念几张方式 小灵性 小灵性啊 就是这种鱼啊虾啊这种东西 好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样 你这个女儿的性格很活泼 也是经常在家里跳来跳去的 是是非常正确 我告诉你 你以后让她培养她一些其他的爱好 画画图啊 跳跳舞啊 都可以 师父他今年要参加小六会考 马上就要考了 我今天带她来了 我想问一下 她是否能够如愿以偿 能考上她理想的中学吗 她是04年属猴的 再努力一把 应该考椅的 她考得出来的 这个孩子就是不大用功 整天玩游戏 非常正确 谢谢师父 感恩 感恩 师父我刚才图腾颜色是什么 我没听清楚 好嘞 75年那个图腾颜色 我没听清楚 偏白的 白哈 像墙壁的奶黄色的 不是全部白的 好 谢谢师父 谢谢 感恩师父 好了 老妈妈 师父你好 我的 我的 我的夜间 我自己背 我夜间我自己背 你是背不了的 老妈妈讲吧 你是几几年属什么的 1952 1952年 属什么的 属龙 属什么属龙啊 龙 想看什么 52年属龙的 想看什么 我要问身体 健康 不能够睡 不要讲 你用不着讲 老妈妈 我帮你从上面讲下来 第一 第一 你的喉咙 经常咳嗽 干 痛 对不对啊 第二 再往下看 老妈妈 你的心脏 胸 闷 气急 对不对啊 老妈妈 再往下看 你的肠胃 非常不好 一点点冷 你的胃就不舒服 要痛 再往下看 老妈妈 你的腰很不好 是不是啊 好 再往下看 老妈妈 你的关节很不好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对 老妈妈 你脚上有很多的鸡眼 嗯 嗯 嗯 说 说 现在知道 卢台长了吗 老妈妈 我告诉你 什么都看得见 你这个人 一辈子 就是非常的辛苦 你为孩子 忙了一辈子 嗯 怎么不讲了啦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你的感情运 非常的辛苦 而且老妈妈 我告诉你 你有失眠的状况 嗯 对 对 现在改了 不叫安了 讲对了 刚刚一直 安安安 真的 对了 老妈妈 我再告诉你 你看看你52年 年纪不算太大 但是老妈妈 你的记性 现在越来越差 对 对 嗯 说 老妈妈 你掉头发 你别看你头发这么多 你两边后面掉头发掉了很多 嗯 嗯 嗯 不讲了 说 明白了吗 嗯 老妈妈 你要特别当心 你的身上 可能会长东西 嗯 长不好的东西 听得懂吗 嗯 就是比如癌症之类的 哦 你现在马上要吃素 要吃素哦 啊 你如果不吃素的话 你还有 我看你现在已经有癌细胞了 主要是在你的肝和你的腰子上面 嗯 你的腰经常酸痛 嗯 动不动 站的时间长一点点 你的腰就酸得不得了 嗯 嗯 嗯 我听你讲了 嗯 老妈妈明白了吗 明白 你要开始念经 要好好的相信观世音菩萨 嗯 每天好好的求 嗯 要放生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你这个人 我看图腾 你经济条件不是太差 你放放生 绝对没问题 就是你比较小气 嗯 对 老妈妈要多放生好不好啊 嗯 我告诉你 我把他说了蒙掉了 蒙住了 所以老妈妈 你一定要好好的念经 嗯 你是个好人 你寿命很长 但是你很痛苦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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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想知道什么 没有什么了 你好好的泡脚 把你的鸡眼泡了软一点 听得懂吗 否则你的脚会痛的 因为我看你现在的关节 膝盖关节很不好 呱哒呱哒会响的 会会会 其他没什么 老妈妈你不要发脾气 你这个人就是脾气比较大 以后不要发脾气 气出病来无人替 儿孙自有儿孙不 你不要去管他 好好的活着 你以后下次还能再看见卢台长呢 否则你走掉了 以后连卢台长你都看不见了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老妈妈还有啊 你有一个眼睛非常不好 对不对啊 眼睛啊 左眼睛啊 视网膜很不好 看东西模糊 对啊 现在明白了吗 要流眼水 对了 多点眼药水 少发脾气 晚上睡觉之前 少吃甜的东西 老妈妈 多念心经 菩萨 你感觉到念经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的净瓶水 浇在你的身上 你就会好起来了 好不好啊 你不算年纪很大的 不要以为自己很老了 好不好啊 我想请问要多少张小房子 哦 他要很多了 一百三十张 好吗 他家里啊 他家里供了一个神 一个神位 他家里啊 有个神位 这个神位 慢慢的看看怎么样 要供 他好像放在 家里的右手边 进门的右手边的边上 你家里供了神了吗 要 看见吗 鼓掌 家里我都看得见 你现在 老妈妈 如果你学心灵法门的话呢 你就可以念 二十一张小房子 好吧 慢慢 你到门口去问一下 他们会教你怎么做 好不好 因为这个神现在不来了 是有鬼 在这个神位里边 所以你就 回到家里就不开心 对不对啊 对 对 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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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好 你好 我是1950年 师父的 19多少年 90 师父的 想看什么老妈妈 我是想看我的脚 我脚不会走 哎呦 老妈妈 你的腿上有很多鸡啊 年轻的时候 你杀鸡了吗 杀鸡没有啊 年轻的时候有羊 都有 但老没有 你以为你杀了之后就没了 他在你腿上啊 现在 鸡鸭都有啊 老妈妈听得懂吗 懂 是你讲 是老妈妈讲的 老妈妈你的腰 你的右腰 腰椎啊 出毛病了 听得懂吗 腰抬不起来 然后你的右腿啊 现在很糟糕啊 下面是老烂腿 有点烂 关节不好 整个筋 全部扭在一起了 我现在看 老妈妈听得懂吗 懂听啊 所以你的腿站不动 一站起来人就扭过来 我的脚站不起来 对啊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老妈妈你最后 不会死在脚上 你是死在心脏上面 我现在死肾了 我现在死肾 我看看啊 右肾 肾脏又不好 关节又不好 脚又不好 心脏又不好 老妈妈 我已经讲给你听了 你洗肾 都没有关系 死不掉 但是你最后死的是一个心脏 今天台长告诉你了 你一定要当心心脏了 你最后走的时候 是心脏病复发 听得懂吗 而且你家里的心脏 有遗传的 有遗传的 你现在想一想 你的长辈当中 有没有谁心脏病 想一想呀 没有啊 你妈妈有吗 我妈妈糖尿病 糖尿病 最后的心脏呀 还有爸爸呢 爸爸我不知道哦 我爸爸 其实我们很小 你记住了 你现在的心脏病 非常麻烦 他现在几岁啊 我看看他几岁 要特别担心呢 所以 现在几岁啊 所以 我现在呀 66岁啊 64是吧 66 66 他几岁啊 他几岁了 66 66 刚过 老妈妈 你这个六个月当中 要特别担心啊 你晚上已经有人来 拉你了 不是很好啊 晚上我不能睡觉了 要天亮还可以睡 看见吗 看见吗 老妈妈 你要知道啊 我现在看到的是黑无常 白无常还没有来 如果等到黑白无常 一起来的话 你就走了 你不能再凶了 你不能再生气了 你很麻烦的 老妈妈 你听得懂吗 你还有半年时间里边 一定要好好地念经 要许愿 不能再凶了 我不会念经呢 大家看了吧 台长为什么救人难 就是要让别人念经啊 所以如果他不念经 我怎么办呢 你不会念经 老妈妈 不会念经 哎 你们不要跟他讲啊 老妈妈 你不会念经 慢慢学 你说谁生下来 就会念经的 因为看不懂那个字 看不懂字 给你听 经 用录音给你听 你就跟着他念 好不好 我尽量 你尽量 那么台长讲一句话 我尽量救你 好吧 我否则救不了你的 对不起 感谢师伯 我告诉你 老妈妈 你很快的 就会 大小便 就会慢慢的失禁了 这后面是你的女儿吧 你问问 你妈妈小便 是不是经常失禁啊 她没有啊 我不知道 因为我面对妈妈是 你问问她自己啊 我妈妈是穿 你问她晚上起来几次 小便 小便多不多啊 两次啊 不多啊 两次啊 小便三次 一个晚上 不多 不多两次了 我告诉你 老妈妈 你记住我一句话 你好好的念经 不念经的话 那么我们下次 也不要再见面了 听得懂吗 你好好 把你妈妈念了 那 身上的业障 愚痴啊 真的搞一搞不清楚的 好了 对不起台长 因为我妈妈 今天才第一次 接住悉尼法门 所以有很多 不明白的地方 请台长原谅 你帮他好好讲 你别以为台长在跟他不开心 台长怎么可能啊 我现在用这个气场在救他 让他开悟 你听得懂的 我听得懂 观世音菩萨 已经救了到我妈妈很多次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你想不想要你妈妈活了 要 要么就好好帮他念经呀 好 那么他需要多少少小房子 一直念 一直念 念到他腿好 我告诉你 他身上的现在这些黑无常都来了 我告诉你非常危险 好了 你讲吧 感恩 那么大师大悲救苦难 广大连感关系不什么 讲讲讲讲讲讲讲 讲了慢一点 感恩 那么大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连感关系不什么 感恩 罗台长你好 请问 罗台长帮我看我的孩子 几几年的数什么的 两千年数龙 两个大灵性 我告诉你 两个大灵性全部在他身上 是祖上的问题 你们家里有杀业 过去 过去 有没有了 杀业听得懂吗 听得懂 钓鱼啊 开饭店啊 杀生啊 这个是以前的事 我不大清楚 这孩子麻烦了 活不长的 你要是不把他救好的话 还有六年 听得懂吗 你们两个要救孩子的话 马上许愿 吃全素 有了 我们已经吃全素了 两个人呢 对 都许了 都许了 小房子两千三百张 好的 慢慢念 好的 好吧 尽量自己念 明白了吗 我帮他念 他不会说话 什么 我的孩子不会说话 所以我帮他念 跟我太太 我都帮他念 要念多少张 两千多张 刚刚讲过两千三百张 两千三百张 好的 谢谢师傅 很麻烦 这孩子脑部 灵性在他脑子里 这孩子站不直的 而且到现在这么大 不会讲话 对 全部看了清清楚楚 你一定要帮他 好好念经的 好的 我告诉你 这六年当中 就是给他的时间 如果你能救他 就救 救不了 要收走的 现在我们很努力 帮他念经了 我们 他身上有个灵性 很厉害的 一个是晚上在你们家里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过去有点钱 现在为了看他的病 你已经看掉很多钱了 对 现在知道他来干什么的吗 他都不懂啊 讨债 讨债鬼 对对对 对对对对 谢谢 他谢谢我干嘛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好好地念经啊 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 我告诉你啊 你们现在 我刚才过了跟你说了 两千三百张小房子 你们念不念 念念 念的话 我帮他稍微治一治 你不念的话 我就不帮他治病 一定要念 一定要念的啊 好的 菩萨听见了啊 对 你们自己也自己背啊 你们现在看他 怪样怪样的 对不对啊 对对 台长马上叫他老实一点 叫什么名字啊 傅元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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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傅元宾 你先饶过他吧 放他一码 他家里会给他念小房子的啊 你先暂时离开一下 好不好啊 来 傅元宾 和和掌 拜拜佛好吗 来 傅元宾 看看菩萨 傅元宾 嗯 好了 看见老师了吧 看看菩萨 和和掌 和和掌 傅元宾 嗯 看 看见吗 跟刚才不一样了吧 是 看见了吗 他爸爸妈妈最清楚 和和掌 和掌 来 这样 这样 来 看见了吗 老实了吗 他脾气很坏啊 我告诉你 不是他 身上是一个鬼 已经给我面子了 又回上他身了 所以你小房子嘴巴里说我念两千三百张 但是他没有收到 他只能给你一个机会 待会他又来了 明白了吗 所以你们要好好地念经 水到渠成 经文不到 他灵性不跑 明白了吗 就这样 我告诉你 我刚刚已经给你看到了未来 这孩子就会像这样好起来的 所以你们要坚持 吃全素 念经 放生 许愿 明白了吗 要放生多少条 像这个孩子 一共要放至少一万五千条 明白了吗 没什么问题的 他脾气很坏啊 脾气不是他 是他身上的鬼 听得懂吗 如果临时发起来的时候 就给他念心经 不要念大悲咒 念大悲咒 他会等于灵性会弄他的 所以你请菩萨的法力来治我 碰到他发病的时候 就念心经 你看老师不拉到现在 你们大家看 你叫他爸爸妈妈看 老师不拉 好吧 你们看啊 狂叫的小女孩 现在上来了 看见了吗 刚刚在边上狂叫 你看看台长 怎么把他治一下就好了 可能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管 大灵感惯性 菩萨摩托 看见吗 先告诉我几几年属什么的 零七年属猪 哎 大灵性啊 哎哟 看啊 他叫什么名字啊 谭维心 什么 谭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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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 转过来 你叫他放着 好 来 好 叫好了啊 你看看 看看爷爷 谭维心 啊 慢慢地把它放下来 唐卫星好孩子 好 好 这个灵性在他身上 我告诉你 你记住 台上已经给他治了一下了 你要让他好好的修 而且你们家族里边也是有杀业 对 谁很喜欢吃野味 我告诉你 野生动物 而且你要记住 这孩子现在身上 我看的是一头豹 像豹一样 听得懂吗 所以他是攻击性的动物 这个灵性在他身上 他就会去攻击别人 听得懂吗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他还会打人 你们现在给他小房子 念多少张了 念多少张了 太少了 许愿吃素了没有啊 吃了多少时间了 年多 我们夫妻年多了 好好修啊 你们修得不够好啊 对 有退转啊 对 曾经 曾经 台上什么都看得见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退转 要学佛 就好好地学佛 坚持 你就会成功 明白了吗 所以我跟你们讲 如果你今天 每天做功课的 你千万当中 不能停下来 比方说你今天 念大悲咒 你一天要念 二十一遍 你实在没时间了 我今天也要念 一遍大悲咒 比方说念 二十一遍心经 我再忙 我要念一遍心经 这样你才能延续 我不能说 今天太忙了 我一遍都不念 等等一水 烧水 把火关了 你这个水就凉掉了 一定要一直温火在 这个水还能保持温度 明白了吗 这个孩子也是你们的讨债鬼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会为他损失一桩房子的钱 明白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喂 韩卫星 喂 韩卫星 看 停 停 你拍照片的 拍得他这么近好了 过一会 他身上的灵性 到你身上去了 上次在印度尼西亚 一个女孩子 两百多个人 我们一起吃饭 结果后来 他突然之间 一个乌龟金 附在他身上 他当场就爬了 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头发都是黄的 嘴巴里讲他的声音 根本不是他的声音了 我要见卢台长 要救卢台长 要救我就这么爬过来了 全部有录像的 当时把下面边上的人 都吓得来 都不敢讲话了 所以你们要记住 当一个灵性 在身上的时候 你只有好好念经 好好修心 像你们家里 这些孩子身上有鬼 你必须要好好念经 要求观世音菩萨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求别人都没用的 只有求观世音菩萨 好好保佑 师父请问 韩维新的每天功课 要怎么做 什么 每天的功课 讲得慢一点 韩维新每天的功课 功课经文 什么叫东东 功课 功课 心经要念21遍 大悲咒念17遍 礼佛念5遍 然后尽量帮他 好好地念小房子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 你们如果好好地 帮他放生 他的放生很厉害 要24000条鱼 然后小房子 一共要念 大概3300张小房子 就会恢复 我看他恢复的时间 大概要一年三个月 你们要有信心 如果好好地念经 许愿放生 可能还会快一点 至少也得一年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这什么稀奇了 就就这种小孩子 台长小菜一碟 我身边几个护卫 他们的孩子过去 比他还严重呢 一个个全部都好了 现在都能弹钢琴了 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观世音菩萨 我们的业 我们自己背 感恩师父 谢谢观世音菩萨